自然界中有一种神奇的生物,它全身呈淡黄色,没有眼睛和嘴巴,就好像真菌一样。 它虽然没有五官,却可以精准地找到实物。 没有大脑,却可以无限蔓延,能在复杂的道路中选择最适合的道路。 就算将它劈成两半,它还会在短时间内自动愈合,类似毒液一样的生物,并且至少拥有720种性别。 那么,这种奇怪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呢? 根据专家的介绍,这种生物其实是一种单细胞生物,而且存活的时间非常久,从发现它到现在最起码已经有11年的历史了。 最早发现它的存在是1973年,一名德克萨斯州的女性发现的。 当时进行了关于这种生物的报告,但是因为十分稀有,人们没有研究出什么有用的东西,它也就渐渐被大家遗忘了。 直到2016年,这种神奇的生物才正式出现在我们大家眼前,现如今它已经被收藏在巴黎的动物医院里。 这种生物类似水母一般的存在,但是又不太一样,它的外表就好像一堆黄线,却可以自行移动,每个小时可以向前移动4厘米。 后来生物学家将其命名为多头绒炮菌,也可以叫它粘液霉菌,它属于一种活化石,科学家曾在一亿年前形成的琥珀中发现过它的身影。 它的身体是鲜艳的黄色,没有大脑,却可以解决很多复杂的问题,还有非常强的自愈能力,就好像蚯蚓一样,就算被劈成两半,也可以重新愈合。 除此之外,它们还有自己的喜好,喜欢待在金和欢树、栗树以及橡树的皮上面,特别喜欢吃咽麦片,而且它们非常聪明。 如果同时投喂两种不同的食物,它们都会去找营养更高的食物,不同的分支还会分享自己了解的知识和信息,科学家们推断,粘液霉菌的智商很可能比人类更高。 对于一般的生物来说,只有雄性和雌性两种,但是对于粘液霉菌来说,却有着720多种性别。 大家应该知道,性别都是由性染色体决定的。 SY是男性,SX是女性。 但是粘性霉菌的性别是取决于染色体上的三个不同位置,每个上面都有多个不同的等位基因,所以直到现在,科学家们都没有统计出来,它到底有多少种性别。 最后就是它生命力的问题,根据研究人员的报告显示,这种生物的生命力极强,如果不是有天敌,它们可以一直活下去。 而光和干旱就是它们最害怕的东西,只不过这种生物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不会死亡,而是选择冬眠。 但是和动物不一样,它们的冬眠时间很长,需要好几年,因此,想要消灭这类生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在它身上,我们发现了非常多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,它表现出来的聪明,让人们感到震惊。 在没有大脑的情况下,还可以展现出过人的计算能力和一定的记忆力,如果不是因为不适应人类的生活,害怕光和干旱,人类会不会受到威胁。 OBRO